就这么飞走了 王轩与老陈面面相去 都准备豁出去了 不管是想捶仙人 还是准备挨仙人捶 两人早就有心理准备了 飘飘忽如一世独立 与话而登仙 这才是猎仙应有的样子 大气 人都飞走了 老陈与王轩不吝赞叹 给予高度评价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也是他们的心理话 猎仙都这样的话 他们就不用戒备了 可以从容地 在内景的提升实力 不担心挨锤 一点也不小心眼 如果每位仙人都这样就好了 王轩又补了一句 老陈听到他这句话后 面皮轻颤 很想去捂他的嘴 这种话语不能乱说 因为就在一瞬间 他突然觉得 内景地中冷悠悠 情况相当的不对 王轩也在刹那间心虚 低声道 老陈 我刚才好像看到 内景的入口那里 见光一闪 有个仙子飘过去了 老陈听到后 都想打人了 赶紧道 王轩祖 请你慎言 闭嘴 他是真怕了 好不容易找到个清静的内景地 万一女剑先闯进来 将他们两个再乱劈一顿 那真是没地方说理去 王轩不确定 自己是否看错了 但他真不敢开口了 谁没事愿意被捶 他默默地在心中的小本子上 为空名出尘的女剑 掀记了一笔 小心眼 两人对视一眼 都不再提这件事 各自开始修行 机会宝贵 更难得是 现在这里如此的祥和与平静 王轩继续练金身术 他上次 确实还差点意思 触及到第六层金身术边缘 刚破窗户纸 略微显得不够完满 一个月 两个月 半年后 王轩身体矩震 周身金光大胜 终于是彻底踏出那一步 立身在金身术第六层领域中 他感觉浑身上下都是力量 连带着精神也格外的旺盛 实质化的精神像是金色火光在跳动 外界 老陈的病房中 青木被吓了一大跳 小王才进去没多久 这脸就又开始脱皮了 年轻人脸皮真厚 掉了一层又一层 他羡慕得不得了 这意味着小王的金身术真的愈发成熟了 实力再次大幅度提升 内井地中 王轩尝出一口气 金身术到了这个地步 估摸着普通子弹打不穿血肉了吧 他觉得正常情况下 子弹最多也就给他破个皮 让他留点血道边了 弹头钻不进去多少 这要是在冷兵器时代 一般的手段以及普通人几乎难以杀死他了 老陈你怎么样 突破了没 王轩看向另一边 老陈淡定地点头 道 差不多了 稍微沉淀下 魔力一番 问题不大 王轩一听他 这么说就知道 肯定突破了 老同事的话得辩证分析着听 无论说什么都不能全信 好啊 突破了就好 王轩松了一口气 我怎么觉得 你比我自己还上心 你再如是重负 老陈狐疑 当然 你不仅活了 还突破了 有你顶在前面 估计各方的目光 都会落在你身上 这样我就没什么压力了 不枉我吐血就你活过来 可以料想 当躺了几个月的老陈再次站起来后 绝对是爆炸性的消息 不说各方瞩目也差不多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老陈都必然会被人关注 他突破后的实力 估计也瞒不住 听你这么一说 我怎么觉得未来狂风暴雨 大浪滔天 全都会向我拍来 而你却躲在后面 悠哉悠哉地修行 老陈可以预想那些场面 王轩摇头 道 我要面对的事也不少 有人想把我按在旧土 堵死我去新兴的路 还有人干脆想杀死我 到现在我都没找出来谁是元凶 再有 现在一些财阀 大组织已经开始盯上我 比如老吴现在就在挖墙角 让我进他们家的探险队 不知道 后面还有什么会等着我 很难想象 他们昨夜在内景地中 还愈生愈死呢 今天却淡定而从容地 在这里边修行边聊天 现在两人都在运转 先秦方式的跟法 没什么生存压力 姿势相当的写意 颇有种泡在神秘物质积淀的 澡堂子中的感觉 休闲的聊天 王轩开口问道 老陈 你现在什么层次 给我说说救赎的境界 讲一讲后面的路 你说 我现在的层次吗 在当时少有对手 至于放在古代 还是不说了 老陈说到最后 居然一阵感慨 说一说 究竟什么状况 王轩催问 他对救赎在古代时的境界 很感兴趣 老陈叹道 说太多怕打击你 关键是 我对古代那些东西 都有点将信将疑 太神秘 与不可思议了 王轩催促 必须得说 老陈问道 你觉得我够强吗 是很强 剑劈机甲 现在你又突破了 是不是能劈小型战舰了 王轩问道 想什么呢 战舰锁定我 真要击种 一发能量炮 就能送我归西 老陈一阵唏嘘 这不是冷兵器时代 他这种超越大宗师的人 在科技灿烂的时代 都得低调 不然难逃一死 除非他能走进神话领域 直至在线救赎传说中的 那些惊人的超凡气象 老陈很严肃 道 我们以围棋的段位 划分来比较吧 在这个时代 我超越了大宗师 属于段位最高的人之一 但放在旧树璀璨的古代 我也只是业余棋手的最高段位 对于真正的职业棋手来说 刚起步 王轩真的被震住了 老陈这可是刚突破呀 比在帕米尔高原 剑劈机甲时更强大 在古代却才刚上路 所以 我不想提这些 免得吓到你 老陈叹息 并没有吓到我 反而是惊喜 王轩眼神火热 道 这么说来 如果不断变强下去 到最后 战剑也不见得能威胁到肉身 比如老陈你 如果这么发展下去 早晚能见批战剑吧 老陈双目深邃 道 老王 原来你是这样的人 王轩撇嘴 道 老陈 你别向我身上扯 说的是你 我不干这种事 当然前提是 那个想杀我的人 不是出自某个大组织 不然早晚有一天 我就是顶着超级能量炮 也要找他去算账 你练金身术 该不会想达到最高层次 有一天去徒手似战剑吧 老陈悠悠地开口 漫不经心地问道 能吗 够呛 老陈无情地 掐灭了他的某些 不良与暴力的念头 但又补充了一句 张道玲的体术 没准可以 我不是那种人 我不会干那种事 我练就术师为了强身健体 为了自保 王轩相当疾昂 话语掷地有声 然后他开始问老陈 关于救术在古代的各种情况 比如境界层次等 不同阶段到底有多强 老陈摇头道 那些层次划分 我没怎么去了解 因为没什么意义 实力到了 自然就懂了 王轩不相信 道 老陈 我估计是你自己 被那些境界打击到了吧 说多了都是累 所以你不想再提 老陈的脸顿时黑了下来 道 我给你说点有意义的吧 救术的秘露 不止内景的这个领域 王轩颇为吃惊 顿时来了精神 道 还有 老陈点头 道 古代那些道路 现在看起来相当复杂 有些东西连我都不怎么相信 比如说冥想 你我直接跑内景地来了 再说寻路 说是要找到一条真实存在 可以在上面行走 可是普通人却又看不到的路 还有那采药 采的可不是我们肉眼所看到的药 而是天药 王轩听得痴迷 简直有些不敢相信 救术路会这么神秘 虽然老陈说的笼统 让他晕晕乎乎 但是却挡不住他的遐想 这些都是能提升实力的秘露 而现在 他刚找到内景地 还有太多的神秘等待着他去探索 两人像是泡在澡堂子中的救术研究者 一边修行 一边有一搭没一塔地聊着 真的是要多清闲 有多清闲 很可惜 那块普玉开启的内景地 在第四个年头时逐渐虚淡了 估计再有一年半载 两人就得被破出去了 两人什么都聊 的确放松的不能再放松 老陈 你说羽化登仙到底什么状况 到目前为止 就没发现有一个能活下来的 全被雷霆劈碎了 这样的话 叠仙存在吗 感觉都死了 比如 那位女剑仙如此强大 也只剩下一块 当说到这里 王轩赶紧闭嘴 因为他似乎又看到一缕剑光 在入口那里划过 有道美丽的影子飘了过去 我去 这位剑仙子 太小心眼了 一直在偷听 王轩暗中擦冷汗 只敢在心中自语 还好 老陈没有发现女剑仙 也没提她 估计心里阴影面积太大 一直有防范 打死都不会说她 不过 老陈依旧在说羽化登仙的事 让王轩听得很入神 她接着道 我觉得吧 猎仙可能还在我们身边 又一张 求下月票了 新书期间 请大家多支持 我再去努力写一张 求月票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